我喜歡周杰倫 我就喜歡周杰倫 因為從小就常聽他的歌 周杰倫 應該一直到現在都很紅 周杰倫 他那時候剛出來 學校都會放他的歌 周杰倫 蔡依林 王欣林 當然是杰倫 蔡依林 我喜歡周杰倫 那時候我記得很好笑就是 我小學三年級 然後有五年級的學長就說 來一人發一張紙給你們 然後明天開始 我要聽到你們唱這首歌 那時候第一次 人生第一次被歌詞 就是被周杰倫的半導鐵盒 然後安號 因為學長喜歡周杰倫 他就希望我們有辦法跟他共鳴 他還列印喔 列印歌詞給我們 你現在記得怎麼唱 知道喔 但我不會唱 我現在已經瘋邁了 羅志祥吧 這樣嗎 張棟梁好像還不錯 那我北極心的眼淚嗎 在還沒打球的時候 比較常聽到就是那個范逸蟲 方順吉啊 順淑妹啊 都差不多我們這年齡 王傑啊 不要談什麼分離 然後張餘生啊 郭富城啊 老德華 當然到了國中之後 張學友 嗨你好 我是學友 那個富邦的總教練 高陳青 高陳青 幼稚園國小的時候 我很喜歡古板 再來就是喜歡王世傑 劉德華 髮型我還記得 我還學他呢 那時候還留中分 然後留場 留中分還吹高這樣 學他 可不可以被忘 不行沒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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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回頭看了自己的照片 都覺得我怎麼會留 留這麼帥的頭髮 每天吹風機吹 然後還要這樣抓有沒有 那個手勢一看 就知道有在吹 有在抓了吧 五月天 我印象滿身的SHE 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他們 剛出道 所以我 我看了他們長大 棒棒堂 5566 五月天 大嘴巴啊 哪時候還有大嘴巴 5566 他們以前不是有那個 綜藝節目嗎 我都會看了 那是 什麼特工隊 我印象在5566 喔Energy啊 5566 183 Club 七朵花 我現在跟他們講 他們都不知道耶 我說你們知道 183 Club 他們說那是什麼東西 那是哪一間夜店嗎 那是什麼俱樂部嗎 小姐麗仔還不夠紅嗎 超紅的耶 你之前喜歡小姐麗仔嗎 還不錯啊 七朵花 你之前是七朵花 沒有啦 我們講 不要講女生講5566就好了 對啊 我不行這個 這有分派喔 我知道 這有分派 所以我不能透露 跟我同性的 你看是不是有分派 對啊 順協志 那時候 不同派 人府派喔 你是人府派的喔 對啊二選一啦 我只覺得這兩個 就是比較帥 其他都 也很帥 大家都帥 許孟哲 我姐比較喜歡王仁府 我許孟哲 我那時候覺得王仁府最帥 5566F4 SH1 183 我那時候說這個 喜歡孫邪志 然後F4喜歡宅宅 無劍好也不錯 183我覺得比較還好 可是我是喜歡他們升高 你唱了一句話 你那個叫什麼 F4啦 我們那時候 就是飛龍海喔 因為終極版 飛龍海 因為那時候也是 人家無尊吧 就是帥哥無尊 就是他們在演那個偶像劇 小時候比較知道 大嘴巴 我那時候 都唱他們的歌啊 好啦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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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的魔幻力量 anti魔幻力量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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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幻力量算嗎 大嘴巴 民主兵主題 不是大嘴巴 不一樣 故意亂唱 歐哥 不要唱 不要唱 我小時候蠻喜歡聽那個 因為還沒打球之前 就會看職棒嘛 然後很喜歡聽那個 橘子汽水的那個 那時候 中職的那個片尾曲 那首叫什麼啊 還是那首歌 就是叫橘子汽水 還是他們是團體叫橘子汽水 男權媽媽唱的橘子汽水 韋來那時候會播的片尾曲 那你還記得什麼 我看後面記得我唱了 不要簽簽不要叫我唱歌 哈哈哈哈 口喉嚨越來越不舒服 那個片尾 白箭是那一年 海對沙灘 讓花的淺旋 黑箭是 和你多日不見 如果愛還能再 好 先這樣 不然等一下被媽媽 小時候我記得第一首聽到的時候 應該是那個吧 聽媽媽的話 因為小時候 不管的時候還是怎樣 就是長輩 爸爸或媽媽 就會放那個 他叫我要聽媽媽的話 聽媽媽的話 別讓她受傷 OK 一生氣那個 情非得已 難以忘記初次見你 一雙迷人的眼睛 在我腦海裡 你的聲音 會散不去 下火是溜溜笑笑 哈哈哈哈 可以唱一兩句嗎 唱什麼 就是唱你小時候最喜歡的歌 啊 哈哈哈哈 你現在跟他們就是聊天的時候 會不會發現其實有一些代工 會啊會啊 我現在只剩劉石頭龍 跟針陶龍可以 可以好好溝通 對啊 品階 我們才有辦法聊小時候 他們現在很多人 連那個 921都沒有遇到 可能問他們 雙子星大樓什麼 可能都還不知道 沒辦法 年代有差距 紅蜻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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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蜻蜓是我們 是我們台東的那個 很好吃的 對對對 是紅蜻蜓 對